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王立军在5号被提起公诉后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明署名善人评的评论文章 标题为离奇的案发情节 确定的司法正义 文章开篇直接炮轰王立军说 作为重庆市原副市长 公安局原局长 出事后被查出屁股如此不干净 真是令人悲哀 文章还声称王立军是后来博谷开了案件等 拔出萝卜 带出泥的那个萝卜 是中国前进路上的一个丑闻 而且越来越不会有人去武 一系列所谓的言辞狂轰后文章又把矛盾转向了美国 文章说美国驻华使领馆做不了泛案官员的庇护所 决定不了中国公民的命运和未来 文章告诫 中共官员出了事就往美国使领馆跑 是不光彩的 作者单人平最后还是暴露出了司马昭之心 文章写道 中国人现在对王立军案本身已经不太关心了 如何判决是王个人的命运 中国已经迈过了王案的政治波澜 中国在向前走去 网友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个以说假话著称的媒体 屁股也不太可能干净 假设现在还不到罪赃 那也是机会还不到 机会一到恐怕比博王还脏呢 王立军案件是否会公开审理 是外界一直所关注的 香港中通社预测 王立军案可能不会公开审理 中通社6号引述了多位法学专家的观点表示 根据法律规定 叛逃罪和滥用职权罪可能与国家机密相关 因此王立军案可能不会公开审理或公布细节 但会在近期宣判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 比照古开来案子宣判结果及构成罪名的一些细节 会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 从量刑来看 专家表示 叛逃罪最高可判5到10年有期徒刑 而涉嫌受贿罪则有可能面临重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可出死刑 前往印度访问的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出了个大丑 印度媒体报道 3号梁光烈对接待他从孟买飞到新的里的 两名印度空军飞行员 送出了每人各5万卢比 大约900美元的红包 说要答谢他们 梁光烈用现金红包 犒赏印度飞行官的举动 在印度引发了舆论批评 印度媒体讥讽他说 外交失态更怀疑有隐含讯息 大陆网友则嘲讽说 真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 居然把行贿受贿的恶习发扬到国外去 厉害 上海9月5号上午 人民大道200号聚集了5000多名民众举行抗议活动 这里是上海人大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办 维权网报道 抗议活动从早上8点开始 警方在11点出动了几百人来驱赶民众 不过抗议人群对警察毫不理会 继续维权示威 警察也不敢强围只在一旁严密监控 一直到下午5点 抗议的民众全部离开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